巴基斯坦从我国购得8艘改装型柴电攻击潜艇 协计金额大约50亿美元 前4艘潜艇将在2023年底之前交付 剩下的4艘将在卡拉奇建造 2028年前全部交付 感到了压力的印度也开始了采购新型潜艇的计划 据印度新德里电视台12月29号报道 为了加强印度水下舰队 印度海军计划新建24艘潜艇 包括6艘核攻击潜艇 现在印度有15艘常规潜艇 还有2艘核潜艇 但是大多数潜艇已经服役15到30年 都已经比较老旧了 印度的计划是先进口6艘潜艇 然后印度公司和外国公司进行合作 在印度国内再制造12艘常规潜艇 而6艘核潜艇则是印度要自己研发和生产 印度现在的常规潜艇主要是 俄罗斯基洛级 德国HDW级 法国鱿鱼级 而6艘法国鱿鱼级常规潜艇 是印度35亿美元最新购买的武器 因此对于法国潜艇比较满意 这一次也极有可能再次与法国进行合作 为什么印度一定要针锋相对的拿出举措呢 而且一定要加强潜艇力量呢 因为在上个世纪70年代 印度海军的一艘反潜护卫舰 就是巴基斯坦潜艇基沉的 当时巴基斯坦就一艘潜艇 就在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 封堵在印度西海岸第五港 而且坐沉在60米深海底 伏击了印度的反潜护卫舰 潜艇击沉了反潜护卫舰 这让印度脸上非常难看 巴基斯坦现代潜艇战术 主要是可以从巴基斯坦军港出发 可以一直潜航到印度西海岸 对印度几个重要的军港和民用港口 进行攻击战和封锁战 巴基斯坦这次购买的S20潜艇 可以发射巴布尔巡航导弹 潜射反舰导弹 既可以切断印度的海上运输线 也能伺机攻击印度的大型水面舰支与潜艇 甚至可对印度陆上纵身目标 发动致命打击 公开资料显示 S20P型潜艇是依据039B型 AIP潜艇技术推出的一型常规潜艇 在16节航速下的最大航程可达8000海里 挺上装备6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 可以用于发射鱼雷、反舰导弹等 也可以用于布放水雷 印度的计划是增进美国P8反潜机数量 购买24艘潜艇 对巴基斯坦8艘潜艇进行封锁压制 而且重要的是资金问题 按照法国潜艇价格 18艘常规潜艇需要105亿美元 6艘核潜艇更上昂贵 援引俄罗斯媒体消息称 印度和俄罗斯在2018年春天签署了 关于印度以30亿美元 租借俄罗斯鲨鱼级核潜艇的合同 如果租借6艘核潜艇 价格将会是180亿美元 这还不算武器和训练费用 也就是说 印度庞大的潜艇计划 至少需要300亿美元 出发我了 给大家看 感谢观看